1月11日,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发布报告,介绍2018年度香港的空气制速情况。 报告指出,受监测的重点空气污染物,除臭氧外,其他如PM2.5、二氧化氮等浓度指数,于过去数年均呈下降趋势。 香港地少人多,高楼林立,阻碍吹散污染物。 空气制速不佳,影响市民健康的问题,一直备受关注。 环保署近年一直在主要的地区设有空气制速监测站,以长期监测全港空气制速,县市全港共有16个站点。 报告指出,大部分受监测的污染物质于过去20年减幅超过三成,但路边空气监测指数于减低超过三成后人数偏高,超过指标两倍。 据介绍,香港排放源主要为电厂、船以及汽车。 当中,虽然汽车并非最大污染源,但应与市民距离最近,对市民健康影响最为严重。 环保署将继续努力减少汽车废弃排放。 过往推出的措施,我们看到有一定的成效,所以我们将继续努力减排,希望将污染物的浓度可以继续降低。 我们在2014年3月开始,推出一个计划是淘汰8万2千部的高盟四期以前的柴油商用车。 在现在来说,我们已经淘汰了6万6千部了。 我们就会在今年年底全面淘汰了高盟四期以前的柴油商用车。 何德咸称,环保署将针对欧盟四期及五期专营巴士,全数资助测试安装,强化选择性催化还原器。 预计安装后,巴士的废弃排放量会减至接近欧盟六期的水平。 另外,臭氧也是需重点关注的问题。 近五年计算,与路边空气监测站杜梁道的臭氧浓度升幅超过70%,是各种受监测污染物中唯一有上升趋势的。 何德咸称,未来将与广东省携手合作,共同改善臭氧浓度。 一些VLC的治理,包括石化行业、家具、人产。 据了解,香港特区于广东省,在2017年公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污染物减排目标中期回顾研究结果。 确认于2015年时,双方均已达到2015年的减排目标,并确立2020年的减排目标。 为达至2020年的减排目标,粤港政府将会持续推行减排措施。 地区域。